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他还能够有热能跟体力 即便不多 但我们只要处理得大 然后患者也一一配合 我想都还是有机会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观点 没有谈到的 就是这个过程中不会一旁风顺 尤其到重病显向到命危那个过程中 常常病情会怎么样 起起伏伏 那你怎么来研判 它到底是好转还是恶化 我们这里面有叙述 好转与恶化是看症状还是看体力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也来放几个案例 把这一个概念让大家更加深 这是早期我做的影片 那我们来看 你看喔 当时候也是山友嘛 然后遇到说 他那个乳房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难成这个样子 那他们自己说也有学原始点 但涂的那个不是姜粉 所以你看喔 那个直接喔 现在来看喔 涂什么很重要 像这种已经有伤口了 也烂掉 还有有时候会流汁啊 流浓那个喔 那这个应该用姜粉泥呢 还是生姜泥呢 还是姜粉呢 对 直接用姜粉 有湿的一定就是姜粉 连姜粉泥都不要 了解吗 还更不能用生姜泥 生姜泥 你看生姜打成泥 那更没有热的 而且湿更重 那干姜片它又比 生姜片在外用 热力还要高 所以连姜粉泥 像有伤口我都不考虑 那所以星巴卫会做的那么好 我认为他直接什么 就是用姜粉 只要有伤口 不管烂怎么样 他们都直接撒 我看起来反而这样的案例 反而更好 所以这几年来总结 像如果这样 我也是认为用姜粉 所以我去他那里 我就带了姜粉 也是我鼓励他 不要再考虑其他 直接撒姜粉 然后喝姜汤 一定要喝 然后还要温敷 这几个胶带 如果现在的温敷 我可能也不会这么想 以前我是按完 然后叫他红豆袋之类 或电毯 那如果现在难成这个样子 按推 我会考虑背后怎么样 按完之后 然后痛点找出来 因为他既有本处体伤 又有他处体伤 有时候会胸闷胸痛 类似这样 那痛点找出来 我直接就用姜粉怎么样 涂一点点水 然后搓干 在痛点上 直接让热源怎么样 直接进去 那他衣服 直接放下来也不会怎么样 他已经干了嘛 类似这样 更能渗透进去 就是更精致化 那这个姜粉绝对是 一定要用的 这个毫无悬念 很多人说 那姜粉撒下去 会跟肉啊什么 很难清洗 你干嘛一定要清洗干净 很奇怪 你清洗顶多就是 用一些姜汤清洗 那有没有掉下来 都没有关系 皮肤 身体自己会去怎么样 去修复的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的 了解吗 所以你看 辛巴威他们都没有这个问题 反而很多 很多人想的太多 反而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改来改去 都没有原来好 所以只要遇到这种 直接就傻了 所以这个患者 也是效果非常好 我自己 就是从很多案例中 不断总结 我发现 你看我这样一傻 然后四天后我再去他家 这两者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 有啊 其实这个已经 烂漏很多都 都已经不见了 已经凹下去 但是他先生有提出来 他说 这一天四月四号去的时候 我叫他撒姜粉 然后还有帮他按推 结果他晚上 从乳房这里 大量流出血来 整个床都暖红了 然后第二天 他照我的方法 按推 还有撒姜粉 一样的情形 所以他先生很不安的问我 这个是好还是坏啊 啊 你们认为呢 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认为坏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大家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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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有人喝了姜汤 重病的人喝了姜汤 然后一直流汗 是好还是坏 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坏的举手我看一下 坏的举手我看一下 大家都比较正面 那也有人 就是肿瘤 然后温敷喝姜汤 结果肿瘤就掉下来 肿瘤 比如说淋巴癌已经长出来了 那它就脱落掉下来 这时候是好还是坏 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 不一定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不一定的 好这三种说法 我为什么要问你们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 好转以二话 难道是看血多血少吗 还是看肿瘤有没有掉下来 肿瘤的多寡呢 还是看它汗多汗少 我都没有教你 你们怎么都知道 所以我说你们 常常会自创 我最怕就是原始点到你们手中 就越发展越大 然后越做不出来 我好不容易把它精简到几个字 但看来我还是失败的 对你们而言 被你们打败了 其实他先生问我 我真的也不知道 顶多是 这只是一个过程 但好转以二话 我已经讲 体力 那我问他 我问他先生 他体力怎么样 他说没有怎么样啊 还是差不多啊 跟以前一样 那我说这样就可以了 即便他流了很多血 而且体力会变差 短期间也很难判断说 他这样就恶化 但真的要小心 因为只要体力变差 就要小心 这个是我长期观察 体力是不能变的 越来越差的 那短期间他刚流完水 有时候休息完 他体力就又恢复了 有没有可能 就像很多重病啊 你上一下厕所 出来人很虚啊 你也不要说 他每次上厕所就 变成重病了 也不要这样做他恶化 因为他可能 要花一点力气 让他下来 他出来会稍微虚 你让他休息 隔一段时间他就恢复了 可能没有差不多半个小时 他就完全恢复 都有可能 类似这种 有时候需要时间来观察 那我看他已经 经过四天了 我这样问他应该蛮准 所以 我说他体力怎么样 他说还好啊 那表示他没有恶化 那我觉得OK 为什么 因为他变小了 症状改善 体力也没有变差 那就表示他有在修复 好 那再隔个十天 这拖的比较久再去 哇 这两张就怎么样 很明显了 难漏几乎不见 那你看他以前 撒有的没有的 然后也说 学原始点也推了 但是推了一年 还是没有见效 可见 原始点 还是怎么样 听完还是 手法还是要学的 然后 这些热源还是要到位 好 到了这里你看 等于从4号到24号 经过差不多三个礼拜 有没有大幅的改变 烂肉完全不见 尤其第一天去的时候 他衣服一拉高的时候 那个是臭味啊 你们把猪肉放着桌上 放个好几天看看 那个是什么味道 那个臭味很难闻 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 其实到这里已经没有臭味 就是他拉高也没有什么异味 那到这里 其实鲜红的都是新鲜的肉 已经长出来 你们想想看 从烂肉到这里长新肉 这样短短才三个礼拜 快不快 我认为医学上不可能做到这样 你目前的医学 尤其热人 这个概念又直接撒上去 所以我才确定 我反复看这些各地的案例 这个伤口就是直接撒姜粉最快 没有其他的 那到这一天 为什么会去看 越来越好 本来我也很放心 这一张又比前一张好 但这一张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患者拖地 拉伤了腰背 那拉伤动弹不得 那他先生揉了也没有效 所以我去看 但看到他乳房这里 我是一折一席 但是看到他那个腰背痛 我帮他按推又无效 我就知道惨了 为什么 按推无效 表示这个痛是属于什么 本处体伤 也就是他 在拉伤的过程中 里面一定有受损 才会造成这么严重 那动弹不得 也不能躺也不能坐 也不能走 反正动一下就痛 所以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按推也没有效 这时候我也只能叫他怎么样 温敷 但温敷效果也不好 那时候 因为他本来体力就虚了 这是2014年 当然如果我现在 再来看这一个案例 我现在的温敷 可能不会像以前用红豆袋 因为红豆袋进去 所以他虽然借由皮肤 但没有像姜粉 直接接触皮肤 那个热源更强烈 所以如果现在我再来 我会叫他先生怎么样 随时用姜粉 然后弄一点姜汤或是怎么样 然后把痛点搓一搓 哪里痛就搓一搓 那让那个热随时进去 那他又轻松不用背红豆袋 有时候重病人已经很虚 在背那个 还是一个负担 那你搓干了他不用负担 搓干衣服就放下来 也没有什么 而且姜粉我说特别干净 既可以吃 那搓干了 他即便有一些屑屑掉下来 那也是干净的 你扫一扫就好 那这样一两个小时就搓一次 那热源随时进去 然后衣服放下来 又阻隔又可以保暖 那个将他的发挥就可以更大 刚说是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概念 有一次我去台中就是 有一个患者 他也是已经算是蛮严重 然后听说原始点按推也没有效 温敷也没有效 而且他24小时温敷 还有电毯 红豆袋甚至软贴他都是 效果都不好 那最后突然间想到 那是不是可以涂姜粉泥 我们再讨论 我就想姜粉泥是湿的 我已经不大赞同 我也知道最大的原则 最有效的就是干 不要湿的 一定要干的 那皮肤长期用也不至于 会伤到 所以我就用那个姜粉 然后加上一点姜汤 然后就开始 我已经帮他按推完 按推他感觉有稍微速 很快又痛起来 几乎就是24小时痛 那按推完很快又痛起来 就是本处体伤了 所以我直接就帮他戳 戳痛点 按的痛点 那按的痛点戳了 来回两三次 他跟我讲 痛不见了 之前你怎么揉 怎么温敷痛都不可能立即消失 这下子可消失了 这给我更加确定 就是热源的使用一定要怎么样 干的 直接的 就是不要太湿这样 然后舒缓的过程中 藉由姜汤那个热源 直接由皮肤吸收效果更好 所以当下他就缓解了 所以我就知道 很多是可以这样做 那美国他们也有做一个乳癌案例 也是这样 这里有硬块 然后也是用这样 姜粉 就叫患者 这样涂 然后搓 搓热 然后就是温敷了 然后衣服又可以放下来 也不用什么姜粉 也不用贴纱布 然后又透气 刚刚我们讲的 全部这个都可以做到 然后好像一两个礼拜吧 这里硬块已经缩小 而且变软了 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个如果我再重来 我可能会这样 但生死我不敢讲 会是不是就能够好起来 但起码方法是越来越怎么样 越精良 这是可以确定 那当时候就是红豆袋 电热毯 但它效果不好 所以渐渐的就是 到这一天的时候 其实已经都 如果从这一张啊 4号到27号 那个白白的是日光 或日光灯反照的那个光线 那表皮是 我也看到 从烂到新肉长出来 那外表皮是怎么样 透明的 我第一次看到 那透明到你姜粉撒下去 它都会滑下来那样 很滑的 所以到这里 其实在我看吧 已经完全修复了 那因为这个拉伤 让它最后很快速的 因为又不能动 然后又没有 又不能睡 所以补充热的盐也不够 所以短短好像五到七天就挂了 很快就死了 都来不及 然后最后就是 动弹不得 然后最后就是一直喘 走路也会喘 最后连坐着也会喘 那因为又不能躺 躺着更喘 所以 他先生有打电话 问能不能带氧气机 我说可以啊 但是也没有用 早上问晚上就挂了 来得很快 所以到命危的时候 我从很多案例 我就观察出来 其实生死啊 常常都在一瞬间转变 你看这一个转变 本来从这里到这里 我一直认为一定可以救起来 但怎么会知道拖地 会变成那么严重 那我也从来 如果他真的不死啊 你们看从一个烂了一年的乳房 到这里修复 我认为我这个案例还蛮经典的 有没有 短短二十几天完全修复好 我认为医学界也没有那么快 可见姜粉直接效果好不好 太好用 所以我们也不用谈成败 但是你看 为什么他会热能那么快 你看那个水肿有没有 他那个手有没有看到 他整只手是水肿 我说水肿严不严重 都严重 都已经算是热能耗尽 水没办法排除干净 所以这些都要特别小心 所以就是一拉伤 整个热能耗尽的时候 一下子很快就急转直下 是这样 那如果从他的最后快往生前 你看最后一张 你看这里拉伤之后 两天后开始颜色也变了 有没有 变粉红色 然后开始又开始烂了 有没有 就知道他的整个体力已经怎么样 严重正在耗水 这也是可以从这个迹象中看出来 但从这一张跟烂肉来比 哪一张比较好 是4号好还是29号好 当然29号还是好啊 如果这样看 他症状还是比原来改善 但最后还是挂了 那这么说来 我们治病的目的 是为了先怎么样 保命我们已经讲了 保命再来求改善症状 那症状改善 但热能耗尽了还是 在我看法还是恶化 因为我们是以保存热能嘛 然后把命保存下来 才是重点 不是再改说以症状为主 原始点是以保命为主 其次才是解症 从这个角度当然热能耗尽了 那就不用说了 那就属恶化 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个患者的 好转于恶化 应该是要看症状 还是看体力 体力喔 记得喔 不是看流血多 血少 也不是汗多汗少 这个跟好转于恶化 无关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阴部排出血块的案例 我带妈妈去广东一家医院检查 诊断是肝癌晚期 医生说无法医治 劝我们回家让他好吃好喝 但是我不甘心 因为去医院前能吃能动 还能上山砍柴和做家务活 当时妈妈是自己爬上检测台 做断层扫描的 但扫描结束后就下不了台了 到了中午什么也不想吃 到了晚上 发现妈妈的手和背部都是紫色的 当时没想到检查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参加完徐秋培训后 才知仪器检测的危害性 心想 我这哪里是在救妈妈呀 简直是在毒害她 因为当时医生说妈妈没救了 也不想开药 是我求着找另外一位医生 开了一种很贵的药 吃完后又去补买了一些 没想到却越吃越严重 学原始点后才明白 妈妈去医院 在前后短短几天中 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原来都是断层扫描和药物给害的 体验原始点过程 第一天 2013年1月13日下午2点 陪其女儿到了患者家中 患者当时肚子胀得很大 摸上去感觉很硬 已有20多天没怎么吃饭 起不了床 头很晕 眼睛没力气睁开 已讲不了话 脸部脚雾浮肿严重 第二天下午4点按推完 肚子已明显缩小 头晕的现象减除 7点已能扶着坐起来 扶肿现象也明显减退 当时患者喝了姜汤 并用红豆袋温敷 第14天 患者凌晨4点突然和其小女儿嚎啕大哭 我们都在睡梦中惊醒 原来是从阴部排出一块土鸡蛋大小的血块 这让全家人很振奋 对病患也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大约第20天 妈妈体力不济 但脸色红润身体柔软 安详的往生了 从这个案例 我是也蛮有感触的 她在没有去医院前 她女儿讲 只是肚子有不舒服 然后还能散伤砍柴 体力好不好 好 但是为了检查 结果当天就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她孩子是认为是遗弃 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 最主要是怎么样 我认为是受医生态度的影响 因为医生告诉她 你妈妈已经怎么样 没救了 所以不用开药 没有 怎么会有这样的医师 我真的想不透呢 那她妈妈一听 因为她妈妈本来也以为 没有什么吧 人只是不舒服而已 怎么去了 马上被宣判死刑 我看一般人 一听到都会有这种 这个是等于简单讲 就是吓死的啦 所以我昨天在讲癌肿瘤 我就是说嘛 第一个癌症之所以死那么多人 第一个是什么 吓死的啦 本来根本癌不会死人的嘛 那西医又把它丑化 又说你是癌 那不治疗又会 只能活多久 一般人就完了 然后这个医师特别厉害 就跟她讲 你连开药都不用开了 就好像差不多了 哪有这样 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太太被吸 我跟我太太 当场被宣判的时候 那种心情很打击的 那我是医师我都会这样 何况是一般人 所以我认为心情才是最重要 那到最后她即便用了原始点 也稍微症状改善 但我相信她妈妈心里那个恐惧 还一直在 所以即便症状改善 她体力还是没有恢复 表面上症状啊 什么红刃啊 什么都有在恢复 但是最后还是怎么样 走了 不过还好啦 走得很安详 人不是求一个好死吗 对吧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也不觉得原始点应该说是失败 或是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她还是有热能 人只要有热能 她走会走得很安详 那走得会很痛苦就是 你不要去搞她 就是越搞急救啊 比如CP压 让她热能越消耗的时候 她越没有热能 她动起来越难过的时候 患者越痛苦 所以走要走得安详 很重要一点 一定要保持她的热能 让她慢慢耗掉 而不是用一些急救的方法 来让她那个热能耗得更近 那这样死会更痛苦 我讲你们听懂我而已 所以前面为什么要叫 重病的人不能怎么样 连打点滴葡萄糖什么 通通不能有没有 那也不能做侵入性 就是即便她用原始点没有救起来 她将来走还是可以走得怎么样 很安详 那这就是人生老病死 最后能够死得很安详 我认为也是人生的一大福报 好 那这个好转以二话 我就先放这两个案例 我相信你们应该就清楚 以后再判断上 你们不会再看症状 就好像现在一般人都看 哎呀我肿瘤 那去问医师 肿瘤有没有变小了 有没有不见了 以为这是好 然后结果她已经怎么样 体力已经虚到极限了 皮包骨了 然后连呼吸都困难 我以前在安宁疗房 就看很多患者 还是执迷不悟 那医生看到她已经很危急 还是给她安慰 怎么安慰呢 哎呀你看 你肿瘤本来五公分 现在已经变一公分了 但是她隔一天 那个患者就那个了 然后要死之前 因为听过医师这样讲话 她还是对医师怎么样 很感激呢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都清楚 癌肿瘤的过程 不管是电疗化疗 癌不在于肿瘤的大小 而看患者的什么样 体力 但你看手术化疗放疗 有哪一个体力会变好 我从未见过 那表示你进医院 都是正在恶化中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一定要三思 从你身体做检查的时候 就要特别谨慎 好 那这些病情的研判 还有急救的方式 已经都讲 我们最后一项就是来变生死 三 生死存亡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病症若出现喘息抬肩 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 则说明热能耗尽 体力衰竭大限已至 处理原则 绝对要避免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如压胸 CPR 电击 气切 插鼻胃管 插导药管 以及无味的治疗 包括禁用任何含量性药室 乃至各种点滴 如葡萄糖 食盐水 白蛋白 抗生素 利尿剂 此时 亦不可畏食 温热性药室 止渴敷 让患者减轻痛苦 保持神志清明 安详而逝 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行性 善加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 则是临终一大祝愿 好 这一段就是最后了 到命违的时候 如果又出现一个症状 那几乎就是宣判死刑 什么症状 喘息抬肩就 有没有 这个抬起来 他躺着说 这样 然后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 他是这样 你们别笑我没有死过 我学的不像好吧 你们只要有注念 应该都会看到这种景象 只要这个景象一出现 百无一生 一百个也活不到一个 简单讲就是没有一个人活 百分之一百 我敢这样笃定 只要出现这一个喘息抬肩 然后久久才呼吸一次 你看到这种景象 千万都不要救了 连想要让他活的念头 全部都要打消 了解吗 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让患者怎么样 安详而逝 而且你一定要很笃定的 因为这是患者的 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有信仰的人 更要安详地走 要不然你乱搞他 他那时候还有神事啊 你把他的情绪惹毛了 他本来要往天堂的 结果走错路了 有没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啊 所以我建议到这个时间 你看喔 不准不能侵入性的治疗 而且连点滴什么也要进 连温热性药食全部进 包括姜汤 生水 全部不能喝 听我的准没错 如果你觉得他 这里舌很干裂 你要把他擦一擦 这个可以 认识一下可以 让他舒服是可以 但千万不要想再灌他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 而且灌的量进去 反而他会更痛苦 记得我讲 不是进去他就好 你看死的人 我们常常会把什么都排出来 有没有 大小便排 就是要排干净的走 你还在增加他的负担 即便你说那个是姜水 带着一点去天堂吧 那他也受不了啊 他没有这么福报啊 这很痛苦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 所以到这里 简单讲我们内热源的使用 我最后归纳到一个最高原则 就是什么情况不能用 除了这一个情况 还有患者不能吞咽的时候 只要他不能吞咽 你就不要想内热源 他能够懂得咽下去 好这个动作 那就可以 那如果不能吞咽 他一直卡在这里 他进不了的 那这个我认为是没有意义 那可以沾湿 沾湿我是不反对的 了解吗 但是简单讲到这里了 其实就不要额外的动作 顶多你底下有铺电毯啊 或是怎么样 红豆袋 那是可以用 那个没关系 但不要再想 给他喝姜汤那些 都没有意义 何况那个含粮 那更消耗他的热能 更痛苦啊 所以从命危的时候 我就 你如果注意 避免侵入性治疗 还有禁含粮 一路就要严格禁 为了万一患者又救不起来 他也可以怎么样 善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提出这些概念 好 那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患者有信仰最好 那你就照他的信仰 最主要任何的开示 都是要让他怎么样 放下尘世的一些执着 而不要再幻想人世间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放下就对了 走得安详就对了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变因 好 既然讲完了 我认为这一个变因非常重要 还有几个想问你们 你们听到这里来 你们有没有办法 也就是了解 你们即将死亡 你就可以抑之十字了 什么时候快挂掉你们会不会清楚 已经有这样能力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办法的举手我看一下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死到临头都还不知道 你们这样讲讲这样不举手 我觉得你们太过分了 你死到临头都不知道 那等于白学了 哇 生死世大 这个是怎么会不知道呢 要不要清楚 我还是跟你们好好讲清楚 以后让你们知道你们以后怎么死的 很死的不说了 照正常一般的死法 如果是生老病死 那循着这个来 到最后死一定是没有体力 简单讲你只要没有体力一出现 你就要小心了 也就是你的生命 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中止 简单讲就是 只要你有重病一出现 也就是当你走路开始 体力越来越虚弱了 行动迟缓无力了 这时候你的人生记得啊 已经到了什么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了 好日子即将过去了 知道吧 那如果 感觉越来怎么容易疲惫啊 然后好像胃口越来越差 讲话有气无力 然后越来越怕人啊 这些现象慢慢出现的时候 越来越密集 然后走路越来越困难 这时候夕阳不见了 确定已经天黑了 然后进一步 开始 咦 怎么身体 开始 拾不下 暴瘦也来了 这个就要小心啊 然后 还有 进一步 不只行动无力 是变全身无力 连动都不想动 整天都想躺在床上 那就更严重了 然后 甚至进一步到呼吸 都有一点越来越困难 走路就喘 这几乎已经可以预见了 你来日无多 这时候 我建议各位怎么样 赶快交代遗嘱 跟孩子聚集起来讲一下 我即将怎么样了 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最重要一点 一定不能漏掉 就是要告诉他们 即便 我以后会出现任何症状 都不要抢救 不要让我痛苦 我要自然的走 安详的走 这一点一定要交代 不要交代一些有的没有 有一些根本不用交代 比如说财产 哎呀这个要给老大 这一栋要给老大 这个现金要给老二 这些就都不要交代了 反正你走了 他们该告来告去的 一定会照办 你讲那么多是没有用 所以这些就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就对了 那你好好走就对了 这些想清楚 那一旦到了水种 然后到了开始 连意识都不清楚的时候 然后甚至想表达意识即便清楚 但已经讲话都讲不出来了 表达不出来了 然后水种也出来 像这种也差不多了 这时候万言放下 准备怎么样 自在往生 了解吧 那你都准备好了 那走 我相信你会走得很安详 因为你早就有准备好 尤其一些相信因果的人 因为这个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 只要你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这样的概念的人 我相信走 他一定会走得比较安详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辈子 你做多少善事你总知道吧 那时间也到了总算一个 要结束了 要算肿胀了 那你如果善事做多了 那就往天上走嘛 那如果你平常 善也不做 恶又做了不少 那这时候该往地下钻 那就只好往地下钻嘛 如果你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 不就是这样吗 最后终要报的 那这时候 我相信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心里很清楚 该怎么走 你也很清楚 那这样 不管往上往下 都会走得很安详 因为总算来了嘛 我也不知道你们会往上往下 我也不去探讨这个 但是当你心里有准备 总比没有准备好 因为你心里很平静地走 你很笃定 你一伸你本来就想往哪里走 很笃定 然后心细数 心念都细着它 你确定 应该会往你那方面走 然后因为你很清楚地走 那你万一是很痛苦又很挣扎 死得不甘不脆的 然后又再挣扎 情绪又那么多 马上迷路 即便你做了很多善事 本来要往这里走 然后一气起来 迷路了 往地下钻了 也有可能啦 所以这时候务必要清醒 然后当时候的想法一定要坚定 那这样就对了 所以在我看法 人生也只不过短短数十年 你生下来那一天 注定有一天终将离开 所以看开一点 要走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 死不代表什么都没有 只是另一个舞台的演出 只是你下一个舞台 你能不能演出的比这一次更好 那就看你当下这一念 你有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往另外一个舞台 那匆匆忙忙的过去 还带有那么多的情绪 那你下一个舞台 我也几乎可以判定你的演出 可能比这一个舞台还要难 那你不是越演越下去吗 那如果你已经很笃定了 那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事 你都了难于胸 那又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你这样清清楚楚地走 走得又有智慧 洒脱 那你已经完全准备好 下一个舞台 我相信 你的演出绝对比这一世 还要更精彩 那还有什么好留念的 人世间不就是这样吗 转换 不断地转换而已 好 那我们的变因 简单地讲 就是 就是从昨天的论果 告诉你们老病的分别 对不对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到了严重疾病的时候 走向死亡的 我也都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以后怎么死的 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对啦 不是要叫你们要修到什么什么程度才可以 那是靠智慧啊 靠观察 然后理解 那我走到什么阶段 我都清楚 比如我现在 轻症重病 我都清楚 那我走到会不会死 我自己就可以判断 所以你随时都在掌控你的生命 所以简单地讲 从昨天到今天谈的只有一个主题 叫什么 生老病死 你们活着那么久 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遇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连解决的方法 也给了你们 是吧 好 最后这个变因我还是把它 把它做一个结束 这个变因这样讲下来 其实原始点利用了两套诊疗方法 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的方法 第一个是变什么 变体伤位置 还记得吧 变体伤位置 知道它是他处或本处 然后该使用以热源为主 还是按推为主 有没有 好 另外一个是观察症状跟体力 变什么 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 那这一个方法可以变出怎么样 疾病的轻重 有没有 到重病到命危 甚至到变生死 所以这一套诊疗体系 它也可以达到治疗的方向 比如到重病的时候 你看已经不是轻重症了 已经到重病的时候 那你的治疗就不一样了 轻重症以按推为主 到了重病以后 都以内外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了 对吧 那这样看来 它在变轻重 然后甚至变病情的好转以恶化 我们就知道 这个应该要加强热源还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在起伏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 所以它是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 怎么样 从观察症状与体力 然后又以体力为主 的一个诊疗方法 然后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我这样讲你们清楚 这两套诊疗体系 都是诊断跟治疗 都可以独立 而任何一种独立 都比现有的医学还要厉害 你看光变体伤位置 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疾病 但只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没有办法变出病情的轻重 它只是着重在怎么样 体伤位置有没有 到底是属于他处还是本处 有没有 第一套诊疗方法是这样 所以它比较不着重在变病情轻重 还有好转移恶化 反正你该怎么样治疗 是属于本处我就怎么处理 他处我就怎么处理 它是比较直接 也就是它比较偏重于治病 那第二种诊疗方法 也就是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 它着重的比较研判病情 虽然它也有指导治病的作用 但比较偏重怎么样 研判病情 所以两者各有优切 可以互补 所以原始点 善用这两套诊疗方法 已经融合为一 而不偏于哪一种 比如说你在按体伤位置的时候 你一定会应用到 变体伤跟热能不足程度的 这个诊疗方法 来达到你知道 这个是到底好转还是恶化 这个病情是轻还是重 有没有 它不会单独的 我只是变体伤 它是它处还是本处 不会 因为我这样教完 你们已经会把两者怎么样 融合在一起 那同样你在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的时候 虽然以研判 但你真的要做的时候 你按推的时候 万一没有效 你就会想到 这个是本处体伤 这个我可能要加强热能 那按了有效 就知道这个一定会好 它是他处体伤 所以你在变病情研判的时候 也就是研判病情的时候 不管是研判轻重 或是好转移恶化 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你也会应用到 变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所以这两者已经分不开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这样变成原始点 利用两套诊疗体系 然后达到 我们很快速就可以决定 这个患者 当下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变得非常明确 那这个都是任何医学达不到 光一项第一项好了 体伤位置 它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光这一项 目前任何医学就达不到 目前医学没有说诊断跟治疗 同时能够做到 马上就知道答案 那你看我们第一套也可以 第二套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看他如果到重病了 我就马上用热源了 对不对 马上内外热源了 马上等于诊断跟治疗 那个方案同时产生了 没有隔开的 没有一个医学人做到 但两套都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说 这个是应该是前所未见 也给你们了解 这一套其实变因里面 我说所有里面最难写的一篇 其实就是今天讲的变因 因为它是从无到有 把整个医疗体系建构 那这个过程中 把它分出来 然后再釐清这种种 哇 经过好多年 这些概念都是以前没有的 所以你们今天 为什么能够变生死呢 能够看清 你们已经病到什么程度 然后能够知道 要用什么方法治疗 就是用这两套 所以这个变因这一堂课 我是觉得很重要 然后从昨天 虽然花了很长时间 我认为这个是一定要 因为这个不讲清楚 你看我们每天 都面对的生老病 对吧 每天身体都在变化 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那这个是不行的 你不管读了多少学问 你总是要回归面对你这些 身体的变化吧 一定要 所以这个才是真学问 这个是可以受益的 受用的 好 变因我们 但就从这样也算是一个 告一段落